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呂志華 今天我想和大家講兩宗新聞 第一宗就是講香港人移民英國 拿著BNO移民英國有關的新聞 至於第二宗就是想講 中國和澳洲近期交戶 其實都不是近期 已經是交戶了很久 最近澳洲應該發覺到 原來他和中國交戶之後 美國竟然從中得益 竟然是他們 中國和澳洲交戶之後 最大的受惠者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今次我這條片 就會跟大家講一下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 還有按鈴鐺給我一個like 以及希望大家能夠把這條片分享開去 多謝各位 幾天前 香港機場逼爆人 在現在疫症期間 機場逼爆人 這個場面 相當少見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呢 原來大家都是趕搭 不是尾班車 是尾班機 原因就是 英國在 7月20號之後 如果大家 想去英國定居 或者去英國的時候 就必須要得到 BNO的簽證許可 好了 但是 在這個20號之前 大家就可以用一個叫做 特許入境許可 就這樣進入英國 所以 香港有一班人 這班人不用問阿桂 都是黃絲的 於是 想趕搭尾班機 大家都在7月19號之前 就要飛去英國 所以 過了兩天 大家可以看到機場 除了迫爆人之外 可以說是 壽容滿面 哭聲震天 大家都哭到 Felive 如果你不知道 還以為太子站 現在就搬了去機場 那班人 就不去太子站哭墳 就轉到機場哭墳 不過這次 不是假哭 是真哭 這次 不是找兒子 真是去送兒子 以及真是去送中 送去中主國 英國那裏 其實他們 這麼討厭香港 要破壞香港 要毀滅香港 現在 有機會讓你們 離開香港 應該 就是 寬天起地 應該大家 去到機場 開香檳慶祝 就不是 哭叫連天 哭苦 哭佛 雖然 我們知道 你去到英國 想不哭 都不行 但是 你都不需要 那麼早 就在香港 先哭 先鎮定 那麼當然 我也知道 你們去了英國之後 想回頭 都很難 因為這個社會 是不會等人的 香港是不會等你們回來的 你們走了之後 你們在香港的空缺 一定不會有人填補 香港 更加會美好 所以 相信很多人 看到這樣的情境 都很開心 真是大家 求神拜佛 希望你們 一去 不要回頭 好了 他們去到英國之後 人生路不熟 相信要適應環境 都是挺困難的 所以 倫敦市長 簡細德 他就很好人 他就在22號 發表了聲明 他就說 歡迎香港人 在當地定居 倫敦市政府 將會撥款 九十萬英鎊 協助解決 這一班人 在英國 怎樣去 例如 找房子 就學 和尋找工作 等等問題 大家聽完之後 是否覺得 英國人真的很有溫情 是否很感動 通常來說 那些人 去移民 一般來說 政府都不會理他們 讓他們自己 去適應生活 讓他們自己尋找工作 甚至 大家可以看到 墨西哥那些人 想投入去美國 美國政府 不但 不會援助他們 甚至 捉起墨西哥圍牆 甚至 那些小孩 可以留在美國 那些大人 不可以 令到 墨西哥 很多家庭 拆散了 但是英國不同了 英國 出錢 甚至倫敦市政府 撥款九十萬 協助香港人 在當地定居 大家有沒有計算過 九十萬磅 究竟 是多少錢 如果換算港幣 大概是九百二十三萬 即是一千萬都不夠 一千萬是否一個小數目 當然不是 但是 你要想一想 現在 香港 移去英國的人有多少 最新的數字 就說有三萬四千人 已經 移去了英國 根據英國方面的估計 他們就說 是今年 全年來講 移去英國方面 那些是港人 大概有十二萬到十五萬人 那麼多 至於未來五年 他們更加估計 應該是高達 三十二萬人 好了 大家就計一計 我們不要計未來的五年那麼遠 可能未來五年 英國倫敦市政府 會不斷地撥款 去幫助港人 我們就用今年計算 今年 倫敦市市長 就說撥款九十萬磅 如果 用現在 已經去了英國 那些人去計算 即是說 我們除回三萬四千人 即是說 每一個香港人 獲得的資助 有多少 是二百七十二 大港元 那麼假如今年 真是如他們所說的 是有十五萬人 移去英國 那麼那些九十萬磅 是算起來 即是說每一個港人 是能夠獲得資助 是六十一元那麼多 是六十一港元那麼多 所以 你這樣算一算 你覺得 那些英國人 是不是真是 那麼關心香港人 是不是真是 那麼闊綽呢 香港政府 現在派錢 都派五千元 消費券 六十一元 我就算計算 你是二百七十二元 每一個港人 所得的 二百七十二元 可能真的不夠在英國 吃一個早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根本 英國人 當你們 是乞丐 來的 只不過是 大種的乞丐 他們撥款 幫助你們的總額 計算都不夠一千萬 香港在天水圍 那些私樓 都差不多一千萬一間 所以 這班香港人 這班黃絲港人 那麼嚮往英國 他們以後 要慢慢享受一下英國的福利 以後要慢慢享受一下英國的生活 香港政府年年派錢 中緩出商量 你不做事 一輩子養著你 這些暴政 我相信在英國 一定沒有 所以你們 很開心 應該很慶幸 活在一個 很自由的社會 是沒有暴政的社會 他們的德政就是每一個港人可以獲得 61元的資助 你記實這件事 還有還有一件事 英國政府 就是送了61元給香港人之外 另外他們說 都要加送少許紀念品 少許贈品給香港人 他們就表示 原來 近年以來 自從香港人移民了 去英國 和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那些英國的居民 他們那種仇華 和排亞裔人士的情緒 不斷地上升 所以就相信 這群香港人去到英國 有機會 因為這種仇華的心理 而可能被人 痛吐 又或者受到 他們當地居民的歧視 不過不要緊 這些是贈品 是你們 移去你們 那麼喜歡的國家 所得到的贈品 你應該多謝英國政府 不但給你們移民 還有那麼多禮物 那麼多現金 那麼多贈品 送給你們 好了 說完這宗新聞之後 然後我想說另一宗新聞 這宗新聞是由彭博通訊社報導 他們報導 在6月28日 有一艘散莊貨船 名字叫做Frontier Unity 就從美國佛吉尼亞州的一個海港 就一路 就是駛往中國 而這條船 這條散莊貨輪 裏面 就載有 136,400噸 那些貨物 至於收貨人 就是中國 鋼鐵製造商 根據美國的 礦商表示 他說這條船 所載的貨物 就是由美國東岸出發 而 發出最大的同類型貨物的一次 換言之 這宗新聞告訴我們 現在美國正是不斷出口 那些煤炭 給中國 以及 出口量 近期來說 是最大的 那麼 大家知不知道 中國一直以來 是光顧哪個國家 去買這些煤炭 原來是澳洲 由於現在 中國和澳洲的關係 相當之惡劣 所以中國 抵制了很多澳洲的產品入口 包括了農作物 包括了 葡萄酒 甚至包括很多 例如煤礦 這些 擴產資源 但是中國方面 由於內部需求很大 所以現在 減少了 在澳洲輸入 那些煤炭 究竟在哪裏補充呢 現在答案 揭曉了 原來他們轉往美國方面 採購 這些煤炭 換言之 中國現在 和澳洲交戶 不斷制裁澳洲那些 商品 貨品 入口中國 但是 中國並沒有減少入口 只不過 將這些 入口貨物 從澳洲入口的貨物 轉而從世界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國家入口 結果 美國就成為 中澳交戶之下 最大的贏家 在煤炭出口方面 大家都應該記得 較早前 澳洲有幾十條貨輪 他們 所載的煤炭 遲遲都不可以 在中國的港口清關 至於中國方面 現在轉往 向世界不同的地方 採購 這些煤炭 而至於美國 其中一個採購地 據彭博通訊社的報導 指中國 對澳煤進口禁令 推動了 美國對華 煤炭出口 在今年三月份 創出了 至 2013年以來的 最高水平 由此可見 現在 中國 減少 對澳洲方面 那些是貿易 原來 對美國 是有利的 美國是受惠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 美國一定是拉攏 西方的盟友 對華進行制裁 對華進行種種的禁制 令到 中國除了對美國方面 針鋒相對之外 互相對峙之外 對西方國家 對美國的盟友來說 亦是 日漸產生了磨擦 但是想不到 中國和這些 美國的盟友 產生磨擦之後 而美國 竟然 日一告屈美十 從中 套取利益 以澳洲為例 他就趁中國和澳洲交戶的時候 原來美國 趁機 佔據了 澳洲的市場 佔據了澳洲 出口 中國的份額 你說 美國人 是不是很有義氣 原來 美國政府一直 對盟友方面 找他們的笨 有好東西 就不益他們 但是 原來 有利可途 有機可乘的時候 他連盟友都不理 所以 如果西方政客 如果西方國家 都還相信美國 都還是 聽美國之笛 他們 被美國政客 找笨 被美國政府 找笨 亦都是 自己拿來 與人無由 多謝各位 明天 我們不見了 有機靈 有機靈 美國 有機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